這個活動中心跟我們現在是順平的 而且是未來就會是一塊的一個區域 然後順著這個區域就可以打 很順利的到我們的田徑廠 然後它整個是地景的建築 然後跟基隆的那個山啊 它是非常的有關係 這是未來新的基隆勢力田徑廠完工後的畫面 除了採開放式的運動場域 更透過現有地形高低落差特性 規劃出多個室內運動空間 因應基隆市多雨的天氣特性 在旁邊也利用這個整個地形 也規劃了這個網球場 那另外在這個下面是風雨的籃球場 以及風雨的一個運動空間 所以未來即便是下雨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一個民眾 還是可以利用室內的這個空間 來進行這個運動 那所以剛建築師特別介紹我們這一次 整個方案計劃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不只是單純的一個硬體的一個結構 或者只是一個停車場 它更重要的是一個地景的一個建築 跟運動跟停車的設施 把它做一個非常這個完美的一個結合 這座有42年歷史的基隆市田徑場是基隆唯一一座大型競賽運動場 曾經舉辦過全國運動會等大型賽事 更是許多市民打球運動的好去處 每年使用人數超過30萬人次 不過設施過於老舊 基隆市政府分別向教育部及交通部爭取補助經費進行重建 歷經四次流標終於順利開工 第一層 第一層 開工順利 出席開工典禮的體育署阻密表示 根據調查 基隆運動人口及運動風氣不輸其他縣市 當然值得擁有更完善的運動場地 這個運動的人口比例 我們基隆市達到83.7% 它的意義就是10個人裡面有8個人在運動 更精準的 我們規律運動人口就是我們一個禮拜三次 每一次30分鐘 它要有心跳 130 130心跳 我們達到33.1 33.1 也是在水準以上 金融市議會十多位議員也參與這場盛事 期許工程能如期如值順利完工 基隆市宇都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想運動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有個好的場域 所以這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議會跟市府 我們都一直拼命的想說 怎麼樣讓我們基隆市的市民能夠多幸福一點 怎麼樣讓我們基隆市的市民能夠 不是出的是運動家 而是更多的運動家庭 所以可以讓我們不只是在治愈 得愈甚至體育上面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在這邊配想請代表議會肯定我們林佑昌市長的用心 而對於外界關心施工過程可能對鄰近學校與長道田徑場運動的民眾造成衝擊 林佑昌也回應表示已經做好相關配套措施 未來這個地方在施工的兩年的期間內 我相信我們周邊的影響應該是可以降到最低 包括市民運動的替代的空間也都已經規劃好 我相信也不會讓大家運動的這樣的需求去耽搁到 還是可以如常的來進行運動 這項總經費超過失憶五千萬的大型工程 預計明年底完工 除了將把現有的環狀看台打掉 整建為開放式的多元運動場域外 一旁還會有一座立體停車場 提供200個汽車停車位及178輛機車停放 讓前來運動的民眾與附近居民 可以有更完善的停車場所 記者張啟燈 金融報導 從事某ости unter天天流 organizer